咱俩 来呗 学学咱俩都在哪里哎 我在里面 咱俩都在那边 都可以 来董老师 就如这个 老师好 我和张亮莹老师穿的特别的隆重 我还以为要 我还以为我准备错了 我在那中间 看隆重不隆重 你也有 我 我 哈哈哈哈 哇亮莹 哇今天我感觉是您的堂会 我们来不给你演出来了 是这么着啊 你就你就 我不知道吃饺 就我叫他后面这么一站啊 就是像不像双妆发 哈哈哈 我就算挺 妆发都差一点 不是我以为在台上 哦 我们是不是要给你 哦对对对 其实我也这么 哎呀没有 真的没有 哈哈哈哈 来我们今天是新年特辑 哦特辑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叫潮音登会集市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气氛 气氛 过年了对吧 我们就得聊一聊跟过年有关的话题 首先大家印象当中小的时候 过年最期待的是什么事 收红包 这么直接啊 哎 我觉得有一个是比收红包还要可惜的 这件事情比收红包还要有意义 但是现在真做不了了 嗯 防炎化 防炎对不对 真是防炎化做不了 这事特别可惜 这个我小时候也做不了 我也是 啊 因为你小时候都穿礼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我不敢 我从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把那个香蕉给别人去点 香蕉啊 你拿香蕉 把那个香蕉给别人去点 你拿香蕉点起来 我说你也是 我敢玩个最最厉害就是那个 也有一根棍 跟金光芒一样的 然后拿在手上的去吗 对对对 哎 我记得在五秒之前你说你没玩过演话 是吧 然后现在说演技 我从小到大 我都是把那个香蕉给别人去点 对不起打扰了 你就是鲁莽鲁莽 我告退 哈哈哈哈 我们老家现在还可以放泡 你老家是在哪里啊 黑龙江 对哦 现在还可以放 还可以放 就是可以买的那种小烟花 各种小朋友玩的都可以 可多了 摊摆的 哇那好幸福 那很幸福了 会不会不容易点着太凉了 哈哈 还挺 对 亚东老师最期待的是什么 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们跟你们不是一时代的 别别别别 我们好奇 我们好奇 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年只有做一身衣服 啊 也太凄凉了 对 一年一身衣服 所以只有过大年的时候才可以穿 而且因为小孩不是长身体吗 每一件衣服做都大 嗯 就他怕你一年会长 这个我也有得讲 你也这样 我小时候有个笑话 家里穷吗 嗯 就是大家已经富裕的时候 我家里还是穷 其实主要是我爸扣 他给我买 他不太愿意给我买新衣服 有一次我好像出 我两年去终于有一套新衣服 我说我这一辈子没有过牛仔服 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买套牛仔服 好想要 那时候我记得还蛮贵的 那时候的三百块钱一套 很贵很贵 然后我爸就跟我说 那带你去买一套吧 终于呢 我好像十几年买那一套 你知道你去试试吧 给我挑了一个 我才三年级 给我挑了一个成人号 S号 我穿出来跟水秀一样 他说 不是 这是完全是 很多人都看不到你的吧 爸 这个太大了 整个人是掉下来 这个能多穿两年 好家伙 第二天穿到学校去的时候 走一步搬一跤 走一步搬一跤 这个样子的 但我妈就 哎呦这个太合适了 就是这个 让我穿了好多年 但你可以理解那个时代 就是他因为真的是又贵又穷 是是是 他真的穿了很多年吗 我穿了很多年后来 哦 我小时候过节最喜欢表演节目 因为别人都特别恐惧在那个 你不怕你没有那种被家长自费的恐惧吗 我特别喜欢 我去了那那就赶马上就要表演节目 马上就要表演节目 没有财都没打好 你就先表演 没有财 就是家里一堵人坐那儿 然后我看人头都差不好了 然后我就赶紧就要开始唱歌了 然后因为我 哈哈 你知道 哈哈哈哈 因为每回我只要表演表演的还不错 然后他们就会偷着给我红包 就是钱就会多一点 因为你一边演就跟看 那个看马戏似的 就就就就就已经给你钱了 都不用待会 就说这个 但是他张伟真的有一个 我很难理解的和我完全没有拥有的一个优点 是他真从来不却唱 中国潮音集结四十一路顶尖大神 世外高手 就是从小听着觉得 哇 膜拜的大佬儿今天见到真正 比方说像制作方面什么 德里克拉斯 对 江南四大三大才智 好 anti general general anti general 他的电子音乐里面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的 都是具有传统文化意识的清肠音乐 月灵龙 他们是给窝虎藏龙做过原生的 是时光隧道 音频怪物在古风圈就是特别元老级别的人物 苏杨 二十出头吧 就听过他的声音 诡辩老师 说唱领域的大声 之前我就看过几颗电影 对村长是很喜欢的 哇 因为这是一档音乐竞技类的节目 各路英雄 然后汇集到此处 其实就是音乐脑洞 整个就是实验的那种感觉 他们将分成两大阵营 以歌为鉴 探索多元音乐的碰撞与融合 改编经典 原创不休 哎呀 anti在过去未来 A组 那咱们肯定是B组 我觉得 我们去A组吧 行 打个踢谁判到吗 可爱我们对的是这个 五大岳斧令开斧丽雅 却四方声浪 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潮音 让我们有请外星人电解之水 中国潮音的五位岳斧令登场 我以前以为的潮是指很新 但是好像现在它有一个固定的样子 我希望它是包容很多内容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探索 究竟什么是国潮 它不应该是一个神秘的 它不应该是一个传说 它得发生 中国唱歌节目 就在寻找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一条音乐路 就咱们的自己传统里面 要让世界介绍 这件事情也特别重要 不管现在这个世界新出了什么样的音乐 都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根里 根是我们的国潮 什么叫国潮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的选择是非常多的 潮流这个那就是一群人的选择 中国潮音很重要的一点 是它是一个具有更宽泛的包容性的舞台 属于中国潮音的第一场对决 即将开启 今天我们将在这里开展一场 关于音乐的融合与碰撞的实验 本场为主题对战 下面为主题对战的赛制 全国是属于不同类型的音乐人 他们根据岳活林的主题 自由选择自由主队 分成了AB两个阵营 在各自阵营中自行组成九个小组 因此同主题的小组将依次展示自己的国潮融合作品 岳活林将开善进行表决 获胜一方直接进棋 落败一方将被带领 有可能有离开舞台的风险 每位岳活林都有一张由外星人遍及之水 使用的持打令 可以在带领的地方里选择一组音乐人直接进棋 今晚的主题战 正式开始 现在箱子里有四瓶补水无负担的外星人电解质水 分别是让你感受海风拂过的荔枝海盐口味 和微淡清甜一口拯救不开心的白葡萄芦口味 抽到相同口味的则为对战关系 好了 现在对战关系已经出来了 大家好好加油 我们一起来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 补充人体所需的电解质和水分 并且他零唐零卡喝了没负担 记住 创作之前先补水 补水就喝 麦星人电解质水 首先要出战的是大董老师的过去未来 我觉得音乐是唯一一个可以突破时间 延展时间的 在音乐里我们可以永远年轻 就它在你的生命里 在你的血液里 你不知道在任何一个时刻 可以再次相遇在那一个点里 我觉得只有音乐有这样的魔力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A组曲目是《生如夏花》 来自月玲珑和潘红 加油 跟他们对阵的是B组的《新梅花三弄》 来自裁缝铺唐伯虎 裁缝铺 加油 谢谢 这组好看 这组好看 我觉得这两组神仙打架 我觉得这两组神仙打架 月里容老师 我们共同的女神 她们已经是大师 她们是神级别的 那个荣颖握护藏龙 就是她在吹的 就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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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